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哥呢这个体型是偏胖了 所以呢 无论全是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而且呢 还听说是一个守门员的话 这个身形是不是要练得更加的壮硕 最起码有肌肉线条 是不是要健身和减肥呢 听蜗牛这样一说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但是沈腾人家为了拍这部片 没有减肥 反倒是增肥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即将于暑期党上映的喜剧 西红柿首富 昨天在北京举行主创见面会 主演沈腾长远等一众主创 也是齐齐献身 影片《西红柿首富》 讲述了足球守门员王多瑜 意外收获巨额现金 开启有钱更烦恼的惊奇人生 而为了能够更加贴近角色形象 沈腾在开拍前 还努力进行了一阵减肥 可没想到 这一剪还把身体给搞伤了 导演提前七八个月就说 这个 比较想演这个角色 就变成这一个难题 就是要需要减肥 减肥对我来讲 肯定是一个难题 因为我平时会怎么动 然后之后跑了大概都半个月左右吧 就觉得自己脚踝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新伤还是旧伤 完了之后 我为了能够得到这个角色 我就 下屈膝 我就说再找一个角度 找个跑 跑步能够 裹破这个脚踝 脚踝不疼 还能够继续跑 我跑了跑就发现 然后又外脚打不跑 左腿 拿外脚打不跑 脚踝就不疼了 哎挺高兴 跑了十天左右 跑步能够不坏 减肥失败还把身体给搭进去 沈腾的这段乌龙经历 简直是减肥界的反面教材啊 而眼看着临近剧组开机时间 导演也只好临时修改剧本 让他不用减肥 改增肥了 这边沈腾鱼麻花团队刚刚推出他们的新作 那边郭德纲也为自己担任监制的情景喜剧 能耐大了宣传造势 谈起这次的创作经历 郭德纲就表示 希望自己将多年来的相声表演经验 融入到创作中 立真为观众拍摄一部优秀的情景喜剧 昨天由作家梁左之女梁清儿 演员梁天之女梁小梁 共同指导的讲述妇女之情的定 让我怎么相信你 在北京举行定档发布会 作为梁小梁的父亲 梁天更是亲自上阵主演 而且在发布会当天 他不仅当现了主持人 还邀请到了时尚最强嘉宾阵容 江坤 陈佩斯 宋丹丹 张国立等喜剧前辈们 均悉数到场支持 两个孩子真的是 就是虽然影片看似还有一些智能 但是他们的出发 是一个温暖人心的一个电影开始 而且最好的是 这两个主创 一个编剧 一个导演 他们电影整个的最后的一个结局 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他都希望你有一个 最好的和温暖的结局 这点是很让人感动 我相信他们两个按照这样的步骤 和学生 将来一定会一定 想当年由梁左担当编剧的 《我爱我家》 为千家万户带来了多少温情和欢乐 而当年剧中这些演员 如今也都成为了表演方面的艺术家 当天现场宋丹丹谈起于梁家的渊源 说到动情之处也不禁哽咽 我跟梁家有很深的渊源 大家其实也知道 我今天特别百感交集 虽然我今天是一次见到 梁晓良 然后第二次见到猫猫 我真的从心里面对他们是有情感的 仿佛有一些无形的险 拴在我心里的那一部分 到影片到最后 看见两座 看见两天两个父亲分别搂着自己的女儿 我真的就流眼泪 整个影片真的还有稚嫩的地方 但是重要的地方非常好 真的高兴 同样也是通过我爱我家被观众所熟知的蔡明 当天看见老搭档梁天的孩子有这样的作品呈现时 也是感慨不已 刚才其实单单说的 我说出了我心里面今天在上面印象很深的感受 一边看着一个电影一边感觉孩子们长大了 以后中国的电影就靠他们了 还有一点点是在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和都在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 就是两个所在天成会非常欣慰的感受 新日电影《绝密工程》剧组开放 致敬两代异星幕后英雄绝密工程《飞杀前行》 媒体探班活动 主演丁海峰 甘婷婷 张亚萌 以及特邀演员利欧斌等首次集结和媒体见面 电影《绝密工程》讲述了十万工程兵 为研制两弹一行 影性埋名在茫茫戈壁潭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心血的故事 为了真实在线当时的环境条件 剧组此次也将拍摄地选在了内蒙古的阿拉扇蒙 而当地时常出现恶劣风沙天气 也给拍摄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红主们 今天我们借先前营这块风水矛地拍一个战前动员大会 简直是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这360度环绕风沙声啊 面对如此具有挑战性的拍摄环境 剧中的主创们也有着自己的体会 为影片剧组各位主创的敬业精神点赞 一直以来在荧幕前塑造过多个经典军人 硬汉角色的丁海峰老师 当天也和媒体表示此次出演剧中角色 过瘾的剧本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吸引力 而片场眼尖的记者也发现 一向身心结实硬朗的海峰老师好像瘦了不少呢 难道是为了角色减肥了吗 为了这部戏要减肥的 我们这些演员都很敬业 都在努力的控制自己 因为这部戏呢是在那段艰苦的年代 艰苦的岁月 所以我们尽量让自己符合人物的感觉 老樊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歌手华晨宇了 这个华晨宇呢在之前的这个演唱真日秀节目出现之后呢 有段时间没有听他的消息了 最新的动态就是华晨宇马上要举行自己的 二零一八华晨宇演唱会 就呢喜欢他的歌迷可以好好的支持一下 而且我觉得对于华晨来说 特别自豪和骄傲的一点 那就是他即将成为首个 在秒朝开个人演唱会的九零后歌手 厉害 情人歌手华晨宇出席某品牌活动 作为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九零后创作才子 华晨宇在音乐创作中不断突破自我 尝试更多的音乐类型 为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注入了自己的青春与热情 下半年开始他将再次启动自己的演唱会 成为首位在鸟巢体育场开个人演唱会的九零后歌手 现在准备自己的九月八号鸟巢演唱会 然后在家里面开始写歌 然后还有就是在准备接下来会录制一个节目 除了在音乐创作的天赋外 努力也是他能够获得歌迷支持的关键 出道至今一直被外界冠以火星弟弟的称号 不熟悉他的观众都很好奇 华晨宇为什么会跟火星扯上关系呢 火星这个词其实跟我还蛮有渊源的 就是我一出道我的歌迷叫火星人 然后火星也就是象征的红色 那我最爱的颜色也是红色 我的演唱会也叫火星演唱会 那其实我很爱火星这个词 今日定晚霞消失的时候 在浙江台州举办开机发布会 主创陶红 刘长纯等悉数亮相 此次在片中陶红将饰演饭店老板娘徐红梅一绝 时隔18年再演饭店老板娘 不知陶红感觉如何呢 在这个时代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剧本 然后我这个人物又这么埋伏着这么多的秘密 就是觉得特别有的演 然后又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娘 就是实际上是生活秀是2000年 然后到现在是18年后再演一个饭店老板娘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对于演员而言 遇到好剧本是十分值得兴奋的事情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 陶红 刘长纯 孙亮三位实力派演员 就在现场大聊起角色和演技来 给你演员的创作空间特别大 就你怎么去演 你怎么去表达 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自己也有了一些经历 然后突然看到这样的剧本 我就觉得特别眼前一亮 就是我可以去在中间去演很多东西 填缝的东西 这周周末2018俄罗斯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 借着这股足球热 一些影视剧也把目光聚焦到了足球领域 上周电视剧出现了初恋在天津举行开机一室 这是一部以中国梦足球梦为主题的电视剧 主要讲述了一群足球少年绿营场上挥洒汗水 最终逆袭夺冠的热血青春励志剧 尽管剧中几位男主角人高马大 看上去是运动细胞发达 但私底下他们却是不会踢球的 然后为了角色他们也努力进行了足球方面的特训 我在这个戏当中是第一次尝试足球 那在之前呢因为拍过一个篮球的戏 我擅长的是比较擅长是篮球 但是对于足球的话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我在那个剧中实演的是一个前锋 那前锋的话需要的话是要进球的 所以的话我在开机之前呢 然后进行了很多的一些训练啊 关于足球方面的 希望能够在剧中有一个好的表现 乐凡天综合报道 娱乐凡天 孙男与女儿录歌投身公益 很低管 天疏狂 周一维朱丹甜蜜献身 分享育儿鸡 蜂蜜是一岁之后再吃最好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娱乐凡天 他也是特别有爱的一位男艺人 没错 之前呢他的一位影迷朋友呢是得了白血病 他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看望他 并且还邀请他去观看自己的话剧 这次呢这个影迷朋友过生日了 他还委托自己工作人员 是送上了鲜花 并且还有这个祝福的卡片 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胡哥非常有爱暖心的一面 在这里呢真的是要为胡哥的行为大大点赞了 其实像胡哥一样在演艺圈当中 如此有爱心积极参加慈善事业的演艺人士 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呢在北京最近就举行了一个 有关于儿童食品安全问题的活动 像孙楠呢就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录制了一首 特别的公益歌曲《洗手歌》 在如今这个全民美食家的时代 舌尖上的安全可是大家关心的焦点 近日2018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第二居食品安全共同守护主题论坛在北京巡行 作为全中萌娃奶爸的代表尊男 首次以项目爱心大使的身份现身 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儿童食品安全 所以我作为父母来说吧 每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心头肉 都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而食品安全这个环节是在他们健康成长中 重重之重的一个环节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 参与到这种行动当中 提了出来 孙楠对儿童食品安全问题是相当的认真 这部此次公益项目的主题推广曲 就是由孙楠创作 并和小女儿艾宝合唱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次写首歌的创作中 孙楠也特别加入了很多 弟子龟等传统文化元素 希望孩子们可以从歌中积取养分 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弟子龟的部分是我专门加进去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孩子都在学弟子龟嘛 那么弟子龟里边 很多内容是告诉我们孩子应该怎么去学习 怎么去生活 怎么对父母 怎么对师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非常精髓的一部分 一定要让孩子们去了解 在助理儿童食品安全活动上 孙楠为公益创作新歌 演员圈中的各位也身体力行贡献了一份力 这部在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活动现场 我们也捕获到了一对星际爸妈 竹丹周一维 这两位一来就分享了自己照顾宝宝的育儿经 蜂蜜是一岁之后再吃最好 然后尽量蜂蜜吃的时候比较是慎重一点 吃第一口腐蜂要吃含铁的 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腐蜂 而不要自己去研磨米粉 在宝宝食品安全上 朱丹可是格外关注 看看朱丹这熟练的操作 旁边的周一维先生也没闲着 在镜头前 周一维也是首次公开了自己的哄娃秘籍 其实更多的在身边跟他亲声细语 可能他就不会觉得紧张 可能就会消除他多安全感 大概可能一定量的触碰 可能有时候也会对他有帮助 在陪伴萌娃之余 周一维也不忘将宣扬 儿童食品安全的重责扛在肩上 我希望更多的通过我们的职业特点 把很多我们俩在这一年多的经历 说出来我们觉得什么东西重要 什么东西是更多的应该被别人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他分享他带孩子的 选食品的这样的心得经验去说出去 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有意义的 由邱里涛指导 吴振宇 张志玲 奢施曼 周秀娜 郑泽氏等领先主演的犯罪动作悬疑电影 《泄密者》将于6月15日正式上映 电影讲述了突如其来的新型债卡病毒 VR23与马来西亚爆发 并以惊人的速度扩散至全球各地人心惶惶之际 一个自称泄密者的神秘恐怖组织现身 病毒肆虐背后的阴谋亦浮出水面的故事 影片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将一场席卷各机构 背后阴谋的神秘案件的真相呈现荧幕 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我收到泄密者的留言 说他们已经撕票了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你应该很想知道每个新闻背后的真相 这个用盘里所储存的资料 就是我想让世人知道的真心 你知不知道病毒 从马来西亚已经传到香港 我人生攻减 难归为减 我今天是你的审判人 他知不知道你是血密者的人 乐凡天综合报道 好了 到玻璃海的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了 只要大家参与互动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我们宋叔的奖品了 来看一下上期问题正确的答案 那就是霍思燕 再要恭喜这位微博的吸引观众 就可以获得玻璃海的宋叔的 礼包啦 是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摆出这个姿势的人是谁呢 这段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翻天的官方微博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台 所提供的礼包一份哦 所以赶紧来索取礼物啦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将会在 娱乐乐翻天公司中 我们下期再见